抗日战争国军部队中 除了被大家熟知的五大主力以外 还有一支王牌军 被称之为国军第六大主力 它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 第五十二军是黄埔一期关林征的起家部队 其前身是南京中央军校所建的六个教导团 无论是装备还是素质均为上乘 并不属于所谓五大主力 因此有第六主力之称 在抗日战争前期是汤恩伯部队的主力 在抗战大显升危 第五十二军是在1937年成立的 军长是被誉为是陕西汉将的关林征 他毕业于黄埔一期 在没有担任第五十二军军长之前 他是第二五师师长 第五十二军也是以第二五师为基础扩建的 1933年 第二十五师第一次施展其千里奔袭的本领 七天时间行军900公里参加长城抗战 和中央军第二师八三师一起在长城古北口要塞 和日寇血战一个多月 因为最擅长奔袭作战 所以被誉为是千里居 此战二五师损失较大几乎被打残 但也给予了日军重创 回到内地整编后 又参加了台儿装战役 长沙会战等 兵贵神速 速度就是战斗力 第五十二军主力二五师 无论是增援还是骑袭都快捷迅速 甚至撤退都能很快摆脱敌人追击 第五十二军的名气也跟着大了起来 板元征四郎评价说 关林征的一个军应视为普通支纳军十个军 蒋介石在武汉洛家山军官训练团讲话时说 中国军队如都像五二军那样战斗力强 打败日本军队是不成问题的 第五十二军战斗力可见一斑 第五十二军当时下下第二师 师长郑栋国 第二十五师 师长张耀明 军长关林征一样 都是毕业于黄浦军校第一期 也都是当时国军中有名的将领 第五十二军正是在这些炮火中成长 也打造成一支战斗力顽强的部队 而首任军长关林征 也凭借着出色的战绩 升任第十一级团军司令 而下一任军长由他的得力干将张耀明担任 在国军得到美国的援助后 第五十二军装备换上了美械装备 新的装备对于第五十二军来说 是如虎添翼 抗战后期 千里居时随第五十二军南下驻防中越边境 后又到越南受响 驻军越南 于是 这批千里居在中国大地上南北驰骋后 甚至跑到了国外 为国家争光 之后第五十二军被蒋介石调往云南 防止日寇从缅甸进攻滇南 也是为了防止日寇把战火蔓延到抗战大后方 因此 当时第五十二军调到了云南边境 而之后第五十二军军长一职 又由赵公武、梁凯、谭一支等国军将领担任过 而被誉为国军第六大主力的五二军 末代军长刘豫章也是国军中的王牌汉将 刘豫章 陕西人 毕业于黄浦四期 外号刘光彤 可能刘豫章没有首任军长官林征明晴那么响亮 但是 作为第五十二军的末代军长刘豫章 也是一位战场上的汉将 刘豫章最神奇的地方是 在大战役之中 他总能机缘巧合地找到机会 再局部反败为胜 然后再从容撤离 在他担任军长后 第五十二军被调往东北战场参加内战 然后在新开领战役中 该军下辖第二武师在此战中 被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 第四纵队打残了 师长李正义等 5877人被俘 1600余人伤亡 号称战场上的千里居师 在此战中马失前提 不过第五十二军 并非丧失作战能力 很快就得到了补给 投入了辽省战役 1948年9月12日 开始到11月2日结束的辽省战役 是决定国军在东北战场上 最重要的一场战役 同样对共军东北野战军也很重要 为此 东北野战军投入了70多万兵力 国军也投入了50万 其中包括新六军 新义军 第五十二军等王牌部队 然而 在锦州被包围后 第五十二军化归第九兵团 六个军分别是新义军 新六军 第四十九军 第五十二军 第七十一军和青年军 第二零七师军级 跟随兵团司令员廖耀香 一起增援锦州 刘豫章岳吉向魏力皇提出 由他指挥第五十二军南下席站引口 以引口为后方 必要时可保了难 魏力皇犹豫到十月二十二日深夜 终于批准了第五十二军的作战方案 刘豫章接到命令后 率领军部及所属第二师 第二十五师一共近两万人迅即出动 全军十月二十三日扶晓自辽阳 安山一线南下 未经激烈战斗 便于十月二十四日黄昏 完全占领营口 鉴于廖耀香兵团已经非常危险 所以刘豫章让部队抓紧修筑攻势 以应对解放军即将到来的进攻 10月25日 当林彪得知引口 被五二军占领的消息后 却暂时无法派兵 因为这时候 为奸廖耀香兵团正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毛泽东在25日中午得知引口 被五二军占领后 非常生气 发去电报中严肃批评了林彪 电报说 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 敌人以引口为退路之一 在我们数电指出后 又根据五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 忽视对引口的控制 致使五二军部队于24日占领引口 是一个不小的施着 10月27日的时候 国军东北矫总就已经答应派军舰和商船 把第五十二军从引口撤出去 但国民党的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 一直到30日还没有来 第五十二军交集等待救援船只 并暂时击退了东野的先头部队 30号海军通知第五二军船只 当天来不了 10月31日凌晨 从辽西战场赶来的 东野第七第八第九共三个主力纵队才到达引口外围 随即向第五十二军发起攻击 在引口外围警戒的第五十二军各部遭受到了东野的攻击 军长刘豫章对其部下说 该来的还是来了 现在只能先击退共军再说了 为了死守带船 进行了激烈的顽抗 刘豫章居然展开了五个团 多次实施反突击 远到二来的东野前锋九纵意识受挫 第九纵队第二五师和第二七师损失惨重 解放军被俘1700多人 到了31号 海军总司令贵永青 亲率重庆号巡洋舰和其他二十多艘船 终于到达引口港外 但因正直海水落潮 船根本靠不了岸 导致又耽误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 登陆艇和商船室都靠了岸 傍晚部队开始登船 之前为了掩护第五十二军主力 能够安全登船 刘豫章在外围设置了30个据点 并配备了电话和卡车 没有命令不得擅自撤退 等大部队上了船之后 才能放弃据点坐卡车撤退 此时东野稳住阵脚后 于12月2日发起总攻 各纵炮团向抵近海岸的第五十二军部队 猛烈轰击 步兵随即发起冲锋 国军一时间陷入大乱 已经登船的官兵 记得向沙丁于罐头 后面的还在拼命试图上船 刘豫章鉴于混乱局面 下大言令 各排班长需监视本连排班士兵 依次全部上船后 在随后最后一人跟进 银团是军长 以此类推 围着当场格杀勿论 在登船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计划搭载第二师的宣怀号 商船起火沉没 已经上船的炮兵银河师 只属部队人员 不少人被淹死在海里 而第二师的第五 第六团起火是刚刚开始登船 因此损失不大 由于商船已经沉没 第二师的两个团 只能自己找沐船撤退 最后只跑出来600人左右 这次迎口撤退 第52军军部和第二武师大部成功撤出 而第二师则元气大伤 只剩下了一个团的兵力 如果运送撤退人员的船只能够早到一两天 也就不会发生于解放军交火和船只沉没的事情 第52军可以全身而退 之后廖耀乡的第九兵团 五个军十一万人全军覆没 而第52军 一万五千人左右在军长刘豫章的带领下 之后还有千余人乘翻船逃到葫芦岛 第52军总数近两万人损失了4000人左右 突破东北野战军的阻击 还取得了一定的战绩 成功从营口撤往江南 虽然刘豫章的五二军逃逸 对于辽审战役整个大举无碍 但是林彪也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国军把这次撤退称之为敦克二克大撤退 蒋介石十分珍惜东北战场遗留下的仅存的老部队 给第52军又补充了不少兵员和装备 江新六军的1440被编入了刘豫章的五二军 在洞元堪乱时期中 第52军的表现比五大王牌军更加出色 在五大王牌军覆没的同时 虽然第52军也经历了多次被共军包围的窘境 但是他们在军长刘豫章的指挥下总能化险为夷 随着王牌嫡系第七十四军在孟良故被歼灭 新义军和新六军在辽审战役中遭到权监 号称铁马雄师的第五军在淮海战役中被消灭 建军最早的第十八军在共军的进攻下全军覆没 第52军成了谨剩的被完整保存的战斗力比较强的军队 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 在解放上海时期 夙域指挥第三野战军原先的华东野战军攻打上海 第52军在岳普之战中 重创华东野战军第28、29军 两千多名解放军官兵阵亡 这是上海战役国军唯一一次胜仗 被称为岳普大劫 之后在军长刘豫章的带领下成功逃脱华野的阻击 撤到舟山地区 刘豫章两次带领第25军从东北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手中逃脱 可见刘豫章也是难得的一位王牌汉将 要知道 他的撤退并不是放弃部队独自逃跑 和国军其他将领还是有区别的 如李尼、孙元良 包括胡连曾经都丢下部队独自逃亡 而刘豫章却没有 之后第52军又撤到澎湖 再到台湾 是以完全建制败退到台的国军部队 也是国军中最后一支王牌部队 到台后 第52军被改编为第8军 从此 第52军的番号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因此 刘豫章也成为这支王牌军的末代军长 刘豫章之后先后担任过金门防卫司令官 陆军副总司令等重要职位 1970年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改任战略顾问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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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